再聊到您看到大陸的建軍新動態 大陸媒體報導 解放軍最快會在2023年年底 要全面來汰換服役半個世紀的殲-7戰機 但是服役不代表退役 因為他們可能可以改裝成為無人機 負責戰鬥支援 或者是進行查打一體的任務 解放軍首款兩倍音速戰機殲-7 從基地起飛 執行應急升空任務 自從1967年服役以來 這款被大陸軍民昵稱為 傳奇戰役的殲-7戰機 即將在服役屆滿56年之後退出第一線 殲-7戰鬥機很有可能在今年 退出中國空軍作戰序列 所以殲-7的退役 包括中國空軍總體作戰技術狀態的提升 都會讓它的作戰範圍 作戰效果 作戰水平又提高為發展 如今殲-7系列飛機 已經要退出這個部隊的舞台 但不可否認的是 在數十年的使用當中 部隊發揮出了它的最大效能 而這裡的戰士呢 也用他們的方式和這款飛機進行了告別 一環老式戰機的退役 或許不是什麼驚人的消息 但是殲-7的全面換裝 卻引起亞洲各國軍事機構的高度關注 原因在於解放軍要如何安頓退役後的殲-7戰機和大批飛行員 但也不排除特殊需要 比如今後無人機大量使用 那麼操作無人機 以前呢是由那些不會飛行的飛行員來操縱 但是它對環境對於姿態的認識不是很深刻 但如果能夠使用殲-7飛行員去飛這些無人機 它能夠把這些無人機飛升戰鬥機 在這個邊界速度控制 姿態控制 包括實際選擇方面 有可能更能夠挖出這種無人機的作戰潛力 導彈上電 明白 發射 要觀察殲-7是不是真正的最初舞台 因為我們知道說它這個很多飛行 包括甚至的殲-6 這個我們很多貴型裝備上都會看到 它被用來改裝成這個無人機 那可能擔負也許是拔機 也許是未來的可能在台海戰場上 作為空中的誘餌 因為它的飛行速度 跟一般分射戰鬥機速度差不多 那很可能在防空飛彈 防空雷達會把它當作是高威脅目標來處理 那這樣就可能又是消耗我們的 這個珍貴的防空飛彈的資源 解放軍會不會把退役的殲-7戰機 改裝成具有查打一體能力的無人機 甚至是類似於伊朗製造的神風自殺機 答案無從得知 但是大陸媒體也說 真要改裝的話 技術上不成問題 畢竟殲-7最大的飛行速度超過2馬赫 作戰半徑約為600公里到800公里 在作為解放軍主力機種期間 更經過多次改良升級 不但能對空戰鬥 也能支援地面打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俄乌戰爭中 無人機扮演了左右戰局的關鍵角色 就連解放軍也主動揭開神秘的無人機部隊面紗 並透露這支部隊在成軍之初 曾經從空軍各單位調集上百位金頭盔級的 王牌飛官擔任部隊主幹 無人化智能化的來臨 需要我們這些優秀的飛行員來推動它 來促進一下 來改變它 鬆殺起飛 滑堡正常 我們可以和尖擊機 包括預警機 直升機 甚至和其他類型的無人機 都可以進行這個協同作戰 他現在看起來是正在成行中的部隊 所進行的所謂的無人機跟無人機的協調 應該是它的作戰管制 管制同一個空域裡面 有有人機跟無人機同時執行任務 這當然就可能對這些問題 我們的未來的台海的防禦 問題會複雜化很多 因為飛行員不在空中在地面 所以說有聲量的這一塊 能夠持續的保持 空中能夠搭載更多的武器和載核 遠程操控便宜 我們集中指揮 集中控制 對於我們的作戰帶來自的飛躍 除了無人機之外 解放軍的各式戰機 也進入代季更新的階段 在面對不斷增強軍事力量的北京當局 也讓亞太國家變得更加敏感 深怕原本唯妙的平衡關係 會在稍有不慎中出現傾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先前馬斯克的星面衛星 在俄烏戰爭當中提供了網路通訊 還有偵查服務 傳說中國大陸也開始部署 1.3萬顆的衛星 要打造自由的低軌衛星 詳情繼續交給作恆 好中美之間的角力 現在也呈現在衛星大戰上了 我們來看到 因為美國他們也說 在中國大陸的軍事衛星發射次數 在2022年可以說是全球的第一名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持續的出招 為了要抗衡的就是馬斯克的星鏈了 因為馬斯克的星鏈衛星群 目前是部署3000多顆的衛星 預計總部署的量會達到4萬顆 星鏈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在俄烏戰爭當中了 因為它是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讓烏克蘭在可能很多的基礎設施 被摧毀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跟外界保持一些聯繫 那當然這個也被視作說 這很有可能就會成為 美軍一個新型作戰的理念 那不能讓美國專美於錢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實施一個GW計畫 這個計畫是什麼呢 就是要發射這1.3萬顆的 第一軌道衛星 他們要搶佔的就是軌道以及頻率 說是要確保中國大陸的低軌道戰地 那現在只有一篇研究就說 就未來可以軟殺傷心鏈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透過雷射以及高功率的微波 可以網路入侵控制 另外也會摧毀一些偵查的裝備 那目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希望說可以 癱瘓衛星的通訊件 那來講呢 就是影響到整個星鏈呢 他們在這個實施衛星這樣子的流程 而民生消費的議題 全球面對的問題就是通膨 食品的價格上漲 是大家最有感的痛點 越來越多人會選擇到 极其品商店來採買 急省開銷 讓販售二手商品 或者是极其物資的极其商品 形成了一股風潮 這很便宜耶 來到這間极其品商店 到處都是顯眼的特價標語 主打日韓進口 讓不少小資上班族來搶便宜 以市場有去大賣場的話 應該大概是差不多兩三成左右吧 便宜的兩三成 現在通膨嘛 然後其實大概想說 買個零食 大部分都會是選說 就是價格會比較偏親民一點 然後其實這邊的日韓商品 其實就是比一般外面的 就是我們在大賣場買到 就是買到的會比較划算一點點這樣子 為了審核包就要精打細算 民眾選擇到极其品商店才買 希望多少節省開銷 但原物料成本都在漲 极其品是否也會跟著漲價 目前來說是還好沒有 但是未來的部分 可能如果通膨再更高的話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適度的調整 其實成本原料也是慢慢還是會再上漲 對 那所以如果將來未來的話 也有可能會再上漲 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是不會再做任何的調整 現在物價漲不停 不少消費者都喜歡來逛這種 價格低廉的極其品商店 雖然效期只剩下一到兩個月 但售價卻便宜一半以上 以這個韓式小金面來說 原價299下只要149元就可以買到 熱銷的極其品 還包括大蒜餅乾 韓國泡麵 燒酒等等 而越接近有效期限的商品 就越不容易被消費者購買 因此折扣通常相對多 現在全台的極其品專賣店 有將近100家 賣的主要是糖果零食 加上受到疫情影響 近兩年的出國旅遊人數下滑 也引發進口日韓極其食品的熱潮 那民眾如果想要去購買 進口的這些極其食品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除了一解出國旅遊的這些影頭 他可以買一些伴手禮回來之外 那主要也是搶便宜 因為便宜的關係 因為消費者面對到這種消費通膨 物價上漲這些影響 那轉而開始去販賣二手商品 或者是極其的物資 或者是開設極其的商店 二手商店等等 更有些人會把這些購買 這些二手機器商品的這種過程 把它拍成一個購物體驗 把它放在社群網站上面 也形成了一種風潮 高物價讓消費習慣 跟著出現轉變 根據主機總處最新公布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 2022年12月的CPI年增率 來到2.71% 但全年通膨率則高達2.95% 創下14年新高 進入2023年通膨有望緩解嗎 多的餐飲服務業 是醞釀在年後才開始調漲價格 預期二月的時候 CPI年增率相較為一月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如果說我們參考國際的原物料 還有大眾物質的走勢 那對照去年的基期的話 我認為大概在3月 這個CPI年增率有機會 來到央行設定的這個2%以下 今年倒不是會 真的是會讓像去年一樣 那樣子的一個嚴峻 是從我們會員APP上面 是可以直接查詢 就會顯示在你周圍的店鋪 有哪些友善時光的商品 買到期前7小時內的鮮實 就能享有7折優惠 以這間便利商店來說 2021年每月減少350公噸的盛食 但去年每月則減少了370公噸 顯示物價飆升 購買極其食品的人也變多了 那根據我們就是內部的統計 可以發現就是購買友善時光的 不重複會員確實是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那希望可以藉此邀請更多消費者 一起來加入習食的行列 原物料價格要和緩下來 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買極其食品不等於貪小便宜 因為只能多省一點才能對抗大通膨時代 TVBS新聞 而高齡化的社會延後退休是世界的趨勢 但是台灣卻是OECD國家當中延後退休倒數的第五名 只有49.2%被形容室早退倒 局者認為因為台灣的職場有嚴重的年齡歧 很多工作者不得不提早離開 主菜熟練快速蔬菜擺得好看可口也有美感 手持噴槍專注觀察炙燒和牛壽司的熟度 沈大哥過去是珠寶工藝師手巧又具美感 受到疫情影響只能收掉工作室 轉航道餐飲集團工作 兩年來從part time做到正職現在是見習相理 跟年輕人在你會很活潑 人精神也比較好一點你會很悶 我們的好處就是我們年紀比較高一點 可是我們講話會比較穩一點 還有我們講實際的 我希望是說做到65歲左右 那能再繼續做也是可以的 不設限自己要幾歲退休 57歲的沈大哥中年轉職找到方向 和店內年輕人一起工作相處融洽 而以往印象中餐飲業都是年輕人 像是學生打工等等 但少子化加上疫情後生意復甦更加缺人 餐飲品牌除了季出高薪 也將真材視角轉向中高齡人才 里長其實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算是保障 他手上有很多群組 像是土豐舞的社團 或是說媽媽甜點社的社團 那其實在裡面的話 我們會透過里長的認識跟互動 跟里長變成好朋友 那他也會願意幫我們協助 幫我們call一些招募的訊息 那有些地方媽媽 或者是有些需要工作的人 他們就會透過這個管道 來跟我們聯繫 中高齡的人才 我們的話也是非常重視 那另外的話是他們的優點在於說 他們的穩定性很夠 針對於時間管理這塊 他們也做得很好 職場上的大哥大姐們是人才保障 根據聯合國定義 15到64歲是可以扶老稀幼的勞動力 其中55到64歲的高年級生 雖然可能已過職涯高峰 但仍有10年黃金期在職場奮鬥 根據勞動部統計 2021年台灣中高齡 45到64歲的勞動參與率是64.7% 高齡65歲以上是9.2% 已經是有統計以來的新高 但是台灣跟OECD國家相比 其實是後段班 來看近20年各國55到64歲的勞動參與率 冰島維持在80%以上 日本從65.8%增加到79.1% 德國是42.9%來到74.1% 荷蘭有73.8% 韓國68.6% 美國是64.6%等等 台灣排倒數第五名 從41.8%到49.2% 學者認為以前台灣有些中高齡者早退休 是因為過去經濟起飛的年代 比較多儲蓄 房價也沒有現在這麼誇張 而現在中高齡面對的是 當越來越多的中高齡和高齡者 想要繼續留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台灣的職場歡不歡迎他們 這點到處我們比較擔心的 那因為不管是政府單位所做的調查 或者是民間發行 我們自己學者所做的調查 台灣4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 他在找工作的時候 面臨最大的障礙就是年齡限制 那聽說現在有些人資界的朋友告訴我說 現在連40歲以上 他們大概都不大考慮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台灣的社會 普遍存在著年齡歧視 那麼很多的中高齡或高齡者 他可能沒辦法想留在職場 他卻沒辦法留下來 或者他們背後去找一個比較差的工作 比如非典型的工作 那這種情況就會贊成 台灣會慢慢像日本跟韓國一樣 有所謂的下流老人的這樣的現象 中高齡者不是不願意工作 是缺乏友善職場 當低薪環境 房價飆漲 大家的經濟負擔只會越來越重 延後退休可能也是趨勢 而當台灣人口越來越少 企業也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以去年來看的話 去年的1月我們的中高齡的比例的話 人數大概在151個人 那今年的話到今年的2月1號的這個數字的話 已經到了250億個人 整個成長的比例的話 已經超過六成的一個比例 現場的話 也會透過一些輔助的工具 例如說像是推測啊 這些方式的話 可以減少他在這個上菜上面的一些重量的一個負擔 或是搬運的負擔 友善企業重新設計職場 而社會必須打破年齡歧視 跨世代一起努力 讓百萬高年級生力軍留在職場 TVBS新聞 柯聖雄謝謝希望一節才會報導 不過退休生活 不一定要含銀弄孫 現在的壯世代 希望有自己的生活 反而不願意成為孫子的照顧者 抱著兩個多月的孫子 一下痘痘小孩 一下又要餵奶換尿布 夫妻良難得體驗到含銀弄孫的生活 因為即便退休 也跟兒女商議好 不當照顧孫子的祖父母 那退休之後別人都說 哎呀你可以開始含銀弄孫了 可是現在跟以前的規劃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想要的生活就是 有太多事要做 然後有太多地方要去了 比方說我們自己就開始 從寫臉書到經營一個粉專 然後就有非常多的粉絲 然後跟粉絲互動 後來我又處理一本書 然後交了很多朋友 以前是職場上面沒有這種機會的 那像我自己退休以後 我其實學很多東西 像我學的是個踢踏舞 我有學脫口秀 我有學戲劇表演 我還有學墨劇 所有學這些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 可是我覺得這個在我生命中 跟我前半身是完全沒有相關的 退休後開啟他們的第二人生 把平常沒有時間上的課程 還有朋友聚餐通通補回來 尤其現在平均壽命拉長 也注重養生 有更多經歷過生活 政治顛覆以往幫忙帶孫子的傳統 祖父母只是負責做後援部隊 偶爾跑跑龍套就可以 比方說現在他們出國 就放在我們家幾天 我們覺得也很愉快 雖然現在很累 因為他還是不到三個月 半夜要起來餵奶 累幾天可以 可是如果要長期抗戰的話 我們會覺得體力可能無法負荷 有很多研究顯示 祖父母照顧孫輩 其實可以緊密家庭關係 不過現在壯世代人口越來越多 退休後的生活 也有很多的規劃 現在祖父母的時代是否已經悄悄改變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數據統計 1960年以來 全球預期壽命已經從51歲上升到72歲 目前世界上大約有15億祖父母 高於1960年的5億 另外到2030年 美國7成以上的8歲兒童 會有在世的增祖父母 而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台灣 現在看到很多是年輕的阿公阿嬤 現在都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這個應該講我們這一代所看到的這一代的人 就是醫學的進步 然後包括思想接觸 各方面的生活的豐富 就會讓人變得 事實上是到了60歲 事實上是非常的有活力 依照台灣目前的退休年齡來看 普遍在60歲退休 祖父母又有越來越年輕趨勢 能夠幫忙帶孫子 可以讓兒女專心拼事業 不過相反 他們也正處於享受生活的黃金時段 如何取捨似乎也成為家庭課題 國外也好台灣也好 有一些案例或者是一個趨勢 就是說祖父母 他可以去照顧 他的孫子或者他的孫女 可是這背後還是有一些 城鄉差距的問題 比如說在偏鄉 照顧所謂的孫子孫女 他可能是被迫的 可能是隔代教養 甚至會造成全體的 就是家庭上面 他們更加的貧困 可能在城市 也許他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他可能是一個福氣 也就是說 那祖父母在照顧家裡面的小孩 那或者是祖父母 對於一些家庭來說 他到底是一個負擔 還是一個福氣 我覺得他會跟設計地位有關 他會跟城鄉差距有關 要不要帶孫子各有好壞 但回歸到最根本問題 祖父母照顧者的角色重不重要 似乎就得要看政府社會福利 夠不夠完善 會變成就是我們在講 那種價值觀念上的一個爭辯 好像傳統的家庭觀念 還是說現代的西方的社會福利觀念 然後鼻子在拉扯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對於現實的 那他其實的討論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需要更多政府 在結構上的問題上面去 我覺得是提供一些更創新的概念跟想法 那這樣才可以讓 我們所面對的結構問題的時候 得到更好的解決方案在 接近社會福利發達的瑞典 包含育兒福利以及國家補貼托兒所費用等等 等於讓雙薪家庭或是祖父祖母都有產席空間 才有機會創造雙贏局面 TVB的新聞陳如涵 劉宇君台北採訪不到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